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CK赛区风光的背后 可能有战队在负重前行 根据这份关于实现LCK联赛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可以看到 LCK近几年的亏损十分的严重 为此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他们曾多次希望拳头能够做出改变 但是始终没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进入到新赛季之后 LCK这实质战队不再选择继续迎刃 于是希望拳头官方能够就LCK5点要求进行具体的答复 至于5点要求有哪些内容 大概是要求完善LCK联赛业务结构 对LCK加入投入 优化训练环境 扩展商业IP 以及解决LCK比赛场数低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LCK会发布这样的声明呢 对此 LCK实质战队总结了这三年的绩效 那就是亏损很严重 累计达8亿韩元 也就是说 LCK入不复出了 需要拳头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 就在LCK这份十对联合声明发布不久 T1战队的CEO就站出来被刺了一波 原来T1这边早就告诉了其他战队自己不参加声明 结果LCK出声明的时候 还是带上了他们 面对T1的折播操作 网友们还是相当理解的 毕竟T1这边成绩有 也不缺钱 的确没必要和拳头对着干 只是在其他战队发表声明之时 迅速地撇清关系 不知道其他战队是怎么想的呢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 拳头被LCK战队质问 其实也是英雄联盟赛事如今的问题所在 如今的IOL职业选手工资相当地高 但游戏奖金整体又低 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 的确让战队举步维艰 这不仅是LCK的问题 同时也是LPL面临的问题 只不过和LCK相比 LPL这边的优点就在于 投资的广告商比较多 同时赛事门票价格也比较高 综合而言 比LCK这边要好上不少 于是LCK的这份联合声明到了LPL这边 看热闹的人不少 真正为LCK操心 甚至于担心自家战队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几个 不过LPL这边最近这两天也不轻松 因为前职业选手 现官方解说957在直播中爆料 下赛季应该没有LCK的解说了 GN事件后 整个LCK比赛都看不了的 至于更多的消息 他并未透露 玩家只能够从他的信息里面得知这么一件事情 那就是LCK的比赛 下赛季可能无法在直播平台观看了 要知道LCK在中国还是有不少粉丝的 新赛季的这么一出 立马让不少LCK粉丝傻眼 好在有网友表示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之前的NB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粉丝们或许不用太过于担心 至于具体届时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最后 对于LPL和LCK在春季赛赛前突发的两大情况 你是怎么看的呢